大家早 那我們現在進行第五次會議 先請民主長來先圖第四次會議議事錄 議論憲議會第十八次第四次大會第四次會議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下午二十七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定德議員等三十二人 請家議員陳正朗議員一人 列席人員 憲政務檢察局長詹朗茂等科士主管二十九人 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五人 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的記者主席陳議長文昌二十七分之二十二十五分 林副議長齊三二十二十五分之五十七分 記錄林議員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事項 以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法定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三次會議事錄 主席事項 檢察局也有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陳福山議員 薛成議員 劉田武議員 孫湯議會議員 陳孝仁議員 黃建勇議員 邱嘉健議員 尤祥德議員 陳鴻錫議員 林希敏議員等 達夫人員 詹局長 有茂 蔣大隊長 蘇姊 羅主任 李光 省隊長 仁成 陳隊長 昌信 陳分局長 瑞基 吳芬局長 嘉旭 曹芬局長 主任 王科長 國良 督察長 視臺安 賴科長 漢翔 陳分局長 宇環丹 其他事項 警察局也有執行議員要求辦理 提供這四項令入 詳如復健 並行務宣證辦理 三位下午五十五十七分以上 好 請問大會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好 存查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環保局的 環保局的單位執行 請環保局局長及相關科長 列席包臺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環保局的單位執行 我現在進行環保局局長 說的這三個空間生存的單位執行 好,我們請陳漢中、陳議員 那個大外主席 啊,我們 黃寶錡,我們代理局長,我們康局長 啊,各個是我們各國市的 啊,各長,還有各位同仁,各位媒體記者,大家老早 好,我們先生,實在很厲害 衛卜先知,在上廚的會期,就知道說 我們陳登青、陳議員會去中央學部 真的,陳議員他高升了 而且還在我們文化部的文化資源 當司長 我們是在這裡共議他之外 也祝他,他的觀音亨通 來,請問我們局長,代理局長 依你的專業 今天的 所有各特報的 頭版新聞 什麼是巴黎協定 請您回答 議長,感謝陳議員指教 我想巴黎協定就是,所有聯合國的會員 希望在這個訂定一個目標 從2050年的這個減碳 希望能夠減到2005年的50%的目標 好,那到2030年,可以減碳到20%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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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的資料上,我看到你的年資都非常的豐富 我要說的是,今年 今年開始,是最最熱的一年 它每月的溫度,都屢屢的破紀錄 科學家指出,我們全球的金溫 比工業化以前的整整高出兩度 十年內可能會再多出的0.5度 本世紀中預計,比300年前,也都計出2.5度 所以說,巴黎協定 它長期的目標,是希望說 我們全球的氣候和工業化 依情相比,這個部門 可以來減掉這個設施 這個設施兩度 但是,避免我們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風險和這個效果 我們最好把它控制在1度或1.5度 裡面,來就這個軟化 可是我剛才看到這個步驟 我們台灣的減碳目標 這個溫室的氣體和這個減量管理辦法 裡面有很多的部門 你不知道有了解嗎 我們現在的中央的環保署 它整個的 以及巴黎協議這個問題 以前都沒有一個具體性的作用 有哪大部分,請你回答 感謝陳議員指教 我想陳議員剛剛講的這個部分裡面 最主要的部門裡面 我們要從能源,從工業,從交通,從農業,從住商 這五大類來去思考 那從這個部分裡面,能源跟工業裡面 在碳的排放量裡面,算是最佔了80% 以上報告 好,謝謝 謝謝 局長 我剛才有講過 你是最用心的 你比陳登卿局長要都比較用心 可是 我所講的就是說 現在巴黎協議這個問題 雖然中央各部門都 不要說副梯啤酒啦 還沒腰筋去喬 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步驟出來 我們身為地方的一個環保局 而且二郎管政府 由都是環保立宮 環保立憲的一個管齊 你未來要如何去因應這個對策 你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嗎 感謝陳議員 那個 從剛剛這五大的整個領域裡面 其實我們要從整個開源 就是替代能源 截流就是要削減 剛剛講的從工業 從整個那個助商 從整個那個能源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要從這幾個部分裡面去思考 如果在能源的部分 我們現在再去做替代能源的轉換 那我們也希望到2025年能夠 符合中央到替代能源 可以到25%的目標 如果說從工業的部分 我們現在做了水泥加鹽 做了整個揮發性有機物的加鹽 做了我們現在所謂的 對於整個抽意味的加鹽 這些東西 那其實從工業部門裡面 包括我們的營造業 這個部分裡面 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減碳的一個目標 如果說從減碳的排放量來計算 宜蘭其實在碳排放量裡面 工業的部分是佔主要的 第二個是交通運輸的部分 所以從這兩個部分裡面 我們要從運輸的部分裡面 對於大眾運輸的使用的替代能源轉換 跟所謂的運輸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檢測 汰換老舊機車的事情 這個事情要處理 如果從工業的部分裡面 就剛剛講的 我們必須要幾個 從排放量比較大的工業部門 水泥化工業等等 這些部分裡面 我們去做一些消檢 以上報告 好你請坐 好 好 謝謝局長 講得很好 依據我們康局長你在環保局的網站刊登 所揭露的一段話 勇氣發展的精神 是追求環境保護 與經濟的發展的平衡 其能 謹慎認知 並 嚴守環境的承載能力 以避免親愛 好後一台的存續的機會 它建構在經濟的發展上 環境的保護 以及我們社會正義 有三大的基礎上 已成為我們國際間的重要的議題 後續的最後一段 希望藉由網絡資訊 讓鄉親了解本局主要的工作內容 進而能督促本局與關懷相途 使人人成為環保的兼兵 共同攜手維護我們祖先 留給我們的好山好水 永續發展的定義 能滿足當代需要同時不損害 其後代的滿足其本身需要的能力之發展 能在宇蘭具體的呈現 寫得真好 宇蘭縣環保局全體的同仁 過去的努力本身予以肯定 但是 宇蘭官環保立教 應該是有更大的能力的空間 不是敷衍了事 我舉例來說 本是在第三處的定義台會 十七處的會議要求整個 以數目面答覆五個議題 其中 宇蘭官 要如何搶食這個聖食 擬定大量的聖食的管理方式 鼓勵輔導賣場 跟這些超市業者 來設立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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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食品的專區 來鼓勵我們主黨 可以關這些 即時食品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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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謝陳議員 對於這個 我們的 �衛生局跟社會處 裡面先盤點 我們的需求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現在對於幾個 我們的團體裡面 或是 我們有哪一些 需要 你先說 你後續的辦理情形 你應該要再 反覆給本席 我現在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 也沒有在辦 是不是 你也都沒有 本席在告訴你 議題五個 食藥局的調查 全台的 即時食品 連產量是 三萬公噸 包裝食品最多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能夠透過我們物資 捐贈的平台 將還沒有過期的 這些食品 可以送到 需要 抑制這些團體的手中 不但 可以 鍍解這些浪費 更可以做公益 憲政委 環保局 你們應該積極去推廣 這樣不太對 大會主席 請列入大會記錄 謝謝 好 列舉他事項 好 本席再請教你 本席要詢問的 就是推動我們 廢棄物這個 玻璃回收 再利用這個事情 規矩也在5月24號 有含付給本席 補收 回收 這個事情是 偏低 有比較低 我不知道 你們的管理 這個管道 不知道有暢通 我要講的就是說 等他將要回收的成果 列入公所 這裡考核的項目的時候 他的專案成效 人家說真正的 應該是要繼續努力 補助來 照顧這些 就是管民 提升這個回收量 你們回答的 真的啦 很簡單 又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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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又灌 冠 冠 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廢棄物玻璃 它再利用的價值 的成果是什麼 局長 局長 你了解嗎 這個你要說明一下嗎 是 感謝陳議員 我想 玻璃回收的 我們本來這幾年 就有陸陸續續 做空瓶回收 也照顧弱勢團體 我們一年 大概將近有 一百萬支的回收的量 那個部分 匯後資料 我會再提供給 議員來做 更詳細的說明 那至於我覺得 空瓶回收裡面 應該是源頭流向末端 我們必須要去做 一併的處理 不是從末端裡面 我們從回收 這件事情上面 好 很好 你請坐 來 第三 本事在審問 管制這個廢棄藥品 以防不實質 用這個藥品亂丟 有造成我們的環境污染 5月10號 貴局也答覆給本席 可是 也是很簡單 本局與衛生局 透過宣導 將不實用之藥品分類 或交給 鄉鎮市衛生所 衛生室相公所 醫療院所集中的回收 或 那個垃圾 進入焚化乳處理 104年 收回了 130公斤才的藥品 請問局長 你們有沒有去探討 為何會產生 廢棄藥品嗎 但是宣導 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啦 你要從源頭來管制 這又牽涉到 衛生局 你的高見 請問你 你的見解 感謝陳議員 我覺得剛剛還是陳議員講的 那個衛生局這部分 我們其實都有一直在合作 那 對主要就是說 對於醫療機構的 它本來 醫療廢棄物 本來是一個有害事業廢棄物 它必須要有專門的 那個 回收的處理機構 去做一個處理 你這個也書面給我了 好 沒問題 謝謝 好本期在就教你喔 本期在第二次定期大會 15次會議 要求櫃局 以書面答覆 六個議題當中 有關本縣河川 河川水系水質 未監測 這個標準 如何管制落實改善的問題 104年11月17號櫃局 答覆也很簡單啊 解釋 南梁溪口得止溪口 東山河的污染原因 也是以加強宣導 來巡查管制簡單代過 我現在要請問局長啊 針對河川污染 你們落實 如何落實去改善 你們落實去改善 沒關係 你這也書面給我了 好不好 不要跟我隨便這樣呼嚨啊 我講到的都是重點啊 可是你們都沒有去做啦 好再來 再一個 本期在第三次的定期會當中 要求櫃局以書面答覆 提供四項議題 是要凸顯現行的 宜蘭縣所遇到的環保問題 如果環保局 你們答覆了媽媽夫婦喔 便宜行事的心態喔 那下一次 本期所提出的議案 本期要要求你們做專題報告 在大會 讓我們環保局 都來做一家樓主啦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你們都做一家樓主好不好 沒有 沒有 局長 務必要去要求各科室 去確實的去改進 好不好 後處的我絕對給你們做樓主的啦 那個請 大會主席 請列入大會紀錄喔 好本期再請教你喔 第三次的定期大會執行有關我們立喆還有龍德工業區的廠商喔 是否有受到環保局委外巡獲積查人員的威脅 有無涉及廉政及違法的等等情勢喔 經宜蘭縣鎮峰處協同我們環保局的鎮峰式抽查 進行訪查 在10月19號韓復本席 值得欣慰的是明查沒有違法的情勢 你們用明查的方式 假如啦 本席是廠商啦 我會誠實的說嗎 合理的懷疑 就是在關關相互之前嘛 不過 本席肯定你們有提出 改善的四項革新 建立 全面性的露營 純正制度 善盡告知的義務 經相對人請求 以製作書面紀錄的交付支 建立定期在職場教育訓練紀念的傳承 執勤時服裝要佩戴證件 以明顯 這四項 這四項 這是讓本席 本席要向你們尋問的目的 就對了 你知道嗎 上次 本席在執行環保局的最後不到三天 就有廠商訪令 機查人員 他的執行態度 180度的轉變 變得好客氣 本席是希望說環保局我們確實 能去改善 四項這個新格的措施 以要求我們環境保護 宜蘭縣的整個經濟的勇氣 把企業的根留在宜蘭 才會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 創造多元的局面 這樣是不是很好 鑫長 你看我所講的這樣可以嗎 你有認同嗎 有認同 好 再者 依據我們宜蘭縣審計 審計數 一百多年度終於是半年度審核報告指出 環保局在105年5月至8月辦理環境監測採樣及 這個檢驗工作委託服務計劃之選擇性 招標採購案 其中所建立的合格廠商名單 這想像我就不要黏了 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怎麼有今工程會 一百多年度六月二九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 停潛至108年6月28日 屬工程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那你們辦理選擇性這個招標的採購案 有沒有嚴重疏失啊 有沒有圖利廠商啊 來 局長你回答一下 跟陳議員報告 現在清華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沒有列入了 沒有列入 我看有列入啊 沒有 不然我怎麼在一檔上跟你說這個事情 這個確實 你還是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會為我了解一下 好 好 我要講的就是說 本期希望整個的採購案件 都應該依規定審慎去辦理 尤其是我們環保的監測 採樣及檢驗的工作 這是代表我們管政府的 自己違法的 你要去入獲要去來檢測啊 啊 局長啊 這個公司就違法啦 讓人去 對不對 工程會一定去好路 你們都來叫他來檢測 要怎麼會對 你們一定要確實的去改進啊 大會主席這個也列入幾乎啊 好 謝謝 謝謝 我要有時間的 不然我們都要把我們當人照 你叫我不要說了啦 要叫我不要說我不要說啦 你要說什麼 創地很好 好 謝謝 那現在我們來報告一下登記的慎序 報告登記發言的慎序 15號16號23號19號 3號18號25號27號 35號4號11號25號5號26號26號17號 9號30號6號20號10號12號29號1號8號14號28號21號31號22號13號 都有都有 好 請讓個林成功林議員 請問陳漢中議員 要再刷拖嗎 你也不要說我再刷 好 主席啦 環保局長 我們這裡的科長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局長請教 你現在針除了沒有 報告議員林議員 我現在還是代理 你專長背景是什麼 我的專長背景是水土寶石 它是佔環工農業跟工程三大的領域 請坐 我請教環保局 我們的再生能源計畫 政策 到底如何 那宜蘭本身發展的條件 又是如何 因為最近 環保局有主導 過去的背景主導一個 叫能源公司 那大概針對地熱 那太陽能的部分 局長你這邊談一下好不好 那條件 那政策態度是如何 那這個能源公司是只針對三星 還是涵蓋其他的地熱的再生能源 那太陽能的部分 我們議員縣政府的態度是怎麼樣 有沒有發展的條件 是 感謝林議員 對於這個能源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說明 大概目前我們規劃就是一個三次見的觀念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真能 第二個我們希望節能 第三個怎麼 我們叫創法 那從這三個態度裡面去處理 那個那個 具體的啦具體的 現在都已經發生了吧 對 我們議員已經看了三星紅柴林 對那個是地熱的部分 對 那我們從光電太陽能板這個部分來講 那宜蘭當然我們的發電效能沒有 地熱有沒有條件 我們的地熱有在全台灣裡面 在專業的報導裡面 地熱其實是非常有條件的 我們全台灣主要的有四個地帶裡面的地熱 是發展潛能 那主要四個 第一個就是陽明山 第二個就是花東的地方 第三個就是南投的那個廬山的地方 我給你更正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是 那個是要溫泉跟 對 概念應該是台東、宜蘭 沒有那個也有低熱潛能 那個也有低熱潛能 那太陽能的部分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太陽能的條件是 現在我們的整個的這個日照時速 其實沒有南部好 我們大概是3.5到4個小時的日照時速 那但是我們的囤縮電價是比南部的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從太陽能裡面 會從工友聽射 會從這個部分工業 這個我知道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那民間的部分鼓不鼓勵 有沒有市場 我們現在在訂一個建築能源的 整個設置的一個辦法 那我們希望就是從民間裡面去思考 你們涵不涵蓋綠建築的部分 當然涵蓋 那有沒有自治條例 現在正在演議 什麼時候會好 這個建設處這一邊 目前已經開了第二次會議 那我們希望是能夠自治條例的部分 在年底或是明年初 我們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案出來 然後那個程序還要去再做一些討論了以後 然後經過公開 然後修正 然後我們再去提到這個 這個我們的那個法規小組 那個我們的選擇會議會通過 是 因為我們這邊最近有能源公司的概念 那好像一開始的發想是 貴局的陳登經局長 也高升了 那這樣的精髓你有沒有延續下去 就是能源公司到底它要做什麼 那好 它有所謂類似再生能源的概念 其中在我們這邊比較可行的 大概不是風力 可能是地熱目前最夯的 三星 還有利澤檢算不算 算吧 那好 我再請教 利澤檢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依你這個業務的主管 他經過環評 你尚未接的那個環保署通過環評 那這個發展依你的立場 因為我們看能源公司 主軸好像在三星紅柴林 如果三星失敗了怎麼辦 三星會不會失敗 三星紅柴林會不會失敗 看報告不樂觀喔 來局長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們目前1500公尺只有到86度 但是瑞稅他1518公尺 就到 141度 這個落差有多大 那他如果失敗 裡面有講到失敗啊 那怎麼收尾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甚至說 兩到三千公尺 因為不會影響到環境 因為很深層嘛 好 那這個 政府花了那麼多的錢 要不要講出廢伏之言 對 可能最後會留下來做農業用 那你有沒有評估到這一點 伊寧你們也派人去看啊 伊寧的立場 你們有什麼看法 成敗都要算出來啊 對啊 是我想 剛剛議員講的 我們1414公尺 到了86度 那但是因為那個是 那個溫度啊 每100公尺就會增加 這個 兩度到兩度 那我們希望是在下面的時候 有 那以昨天的工研院 以及我們科技部裡面 我們在做這樣的評估裡面 那我們希望是在 兩千 賺到2800公尺 那希望的溫度 應該有可能達到 120度到150度之間 那如果以我們的發電的效能裡面 如果是150度 那我們使用的水的噸數就少 如果120度 我們使用的噸數會多一點 可是這個部分裡面 技術上都可以克服 是 那個局長 這一部分我們 縣府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是福島呢 還是跟民間來合作 因為我們成立能源公司吧 表示 我們是要 推這個政策嘛 那能源局有預算嘛 還是說我們擔心 只是幫特定的 那我就會比較擔心 立者檢可不可行 宜蘭工業園區 以那些學者專家 他們在論 是有機會的啊 那如果這個地方出問題 其他地方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 有沒有資料過 就立者檢這一部分 他的條件跟他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在這一個 所謂 紅菜 紅菜 發展地熱這個案 我們是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是跟人家配合 或是公保民 跟人家連結要求 這隨便一下好不好 我想 第一就是一個過程啦 從試驗 到 不是不是 我們縣政府的立場 我們縣政府的立場 希望能夠最後 公家的資源 到最後跟私人企業去做合作 做一個轉型 49、51 到時候我們的官員 又是又轉到那邊去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但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角色是創造一個 最終目的是公民電廠的概念 那當然地熱電廠 這個如果是政府 如果說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政府在試驗的 那如果說政府 我們有到溫度的時候 政府哪個工部門在跟我們 宜蘭縣政府做分工 對 哪個部門 科技部 科技部 科技部門 好 那表示說這個 有上位階的 我們的政府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來配合 對不對 那立者檢的角度 立者檢工 他一樣都在地熱 那我們這邊不要讓百姓沸沸揚揚 讓民意代表 或讓業者他要進來 不能進來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你的看法 立者的南洋開發公司的部分 他是屬於私人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設立 那這個設立裡面 他初期一定去做環品 那環品現在目前是小組通過 為了進入大會 那是不是我們宜蘭縣政府 去輔導的對象 對 我們會去輔導 你請說 其實我是詢問 因為 合作關係 跟那個 我們定一個能源公司 到底要做到哪裡 要做到什麼 因為能源公司也有提到地熱 也有提到太陽能的概念 那我再請教局長 高雄市最近在解決尾商的 一個跟太陽能結合的案例 你知不知道 你說一下好不好 你認不認同 這個牽扯到整個法律的進合問題 那在整個如果是對於 屋頂的那一些就是違章的部分裡面 如果你可以就是說 沒有圍裡的話 上面可以是太陽能板的話 就就地合法 那但是這個就地合法裡面 可能還細節的部分 還要再牽扯到是 它是在新色還是舊色的部分 它還會做一些整個區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其實要盤點得更細一點 就是對於整個違章的樣態 因為現在違章一大堆 我們現在就是讓它美化 然後讓太陽能的概念 能夠在這邊呈現 能源公司就要做這些 你們出來不可能光一個地熱 也不可能光針對紅柴檸 如果說我問你 這是你的專業 太陽能的部分 高雄市現在推動 他們建商用這樣的一個 我們最近浴光也有建商用這樣用 那也賣得很好 那好 又解決我們違章 你要去猜那種官民對立的畫面 就是你認為在宜蘭有沒有機會實現 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會去跟建設處來做討論 因為目前建設處 也在對於建築的能源效能的部分裡面 去做自治條例 跟包括剛剛講的綠建築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納進思考 那這個再更清楚以後 然後我們當然是有機會 如果說覺得盤點到 我們覺得必須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當然有機會就是要有一個 但是還是要有一個 條件相當對不對 我認為是有風險 但是你認為有機會 那就要聽你的 因為你比較專業 那還是要經過一個討論過了以後 然後我們確認它的模式 然後我們再來去讓它組合 哪些是可以合法 哪些不可以合法 在什麼樣太合法的事情 這都是肢節 我知道 因為我們依然憲政 我們就是很多的違章 對不對 那也要改變我們的風貌 外觀上 或者增加一些跟能源的一個回流 所以提出這個問題 那你們就盡量做 因為我知道主導應該在建設處 因為法規在那邊 但是你們能源公司都推出 你們也在做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太陽能也是 風力恐怕我們沒有機會 那地熱 剛剛講的就是說 紅柴嶺這是科技部 你們會去配合 那民間的部分 你們也要用一點心 要不然一團亂 你知道嗎 因為你環保屬於通過環評 那將來要怎麼走 我跟那個個案沒有關係 我覺得好奇 對不對 那些學者 李建木也好 高成年也好 他甚至覺得說 我們的現場是不見人的 那是不是他因為私人 有什麼利益關係 還是他明知不可成 我想沒有笨蛋說 花那麼多錢去做這些事情 那是不是 我們縣府在 對一些 對一些有心來這邊服務的人 要擁抱一下 要讓他們有機會表達 人家覺得很委屈啊 我們的縣政府 我們的現場連見面都不見面 是怎麼樣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不行 我們官方就要告訴他有危機 比如他溫度明顯不夠 不適合發展低熱 但剛剛聽你這樣講 好像是有機會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三星紅柴林 我剛才講 1500公尺只有86度 你們都樂觀 瑞穗是1518公尺 他已經到141度 那表示條件 我們未必人家 但是如果有心做有機會 挖深一點 所以我剛才提示這樣的概念 然後我再請教局長 最近有個關懷片 就是針對我們東山跟蘇澳 有一個國小的小朋友 北城國小的小朋友 拍一個紀錄片 他裡面提到那個味道的部分 尤其在蘇澳東山 他的結論是說 吸廢氣等於是慢性中毒 這個對我們宜蘭 尤其是最近 在10月29號 這個報道出來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 要怎麼來解決 對我們宜蘭是不是個諷刺 尤其我們的林縣長 每次在講 環保立憲 然後表示這個都OK啊 到現在這個文老爺 國小小朋友 去訪問這工業區 甚至將來 要訪問到你環保局長 訪問到你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訪問到你 這個片子你知不知道 關懷片 好那你說一下 有沒有什麼 我們要自我反省 或者說是哪裡出了問題 還是說我們可以守螺絲的地方 是 感謝林議員 我覺得 在整個空氣 那個整個我們的議會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我們都一定是在 法令的規定裡面來協助他們 那目前其實各工廠 我們做的家演裡面 它其實都是符合現在的一些 目前的在屬於在健康風險的 標準底下裡面去做 但是我講的是說 人民跟整個我們現在立法裡面 其實這個期待還有一段落差 那當然因為抽藝衛的認知裡面 每一個人的標準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如果是小孩子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其實要對整個抽藝衛的管理 甚至未來抽藝衛裡面 我們的Sax Nux甚至於是立狀物 不透光率這些事情上面 都跟整個如果有味道 包括繪畫性有機物 如果味道上有相連的時候 那我們對於這個事情 對工廠的削減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去甚至於設備改善做想法 這個就是一個最新的議題 我相信你們應該有看到 也有方案才對 那我這邊也要感謝你 針對我們農業區 有人做漁業加工的部分 你也很快速的去處理 那這個案 OK了嗎 還有我們那個龍潭的那個案 我們現場 講得好大聲說要怎麼樣 但現在那個洪水到底怎麼樣 就這兩件我們在礁溪發生了 是感謝林議員 新興海產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已經有執行了 而且他們確實在工業區裡面要設廠了 他們今年他是希望把它辦到這邊來 那第二個洪水的事件裡面 我們也針對那個 每週一路二路的部分 我們去做整個去做盤查 有沒有查出來 那基本上因為那個是一次性的 目前我們都裝入攝影器 那隨時我們 沒有查出來嗎 你們不是說要查 沒有那麼困難嗎 其實因為那是一次性的 那看起來它比較 也有可能是 那應該有害啦 就是使用的射數 那個部份比較大部份 但是這個部份 我們還是結合檢調 目前也在那邊加設一些 就是還找不到源頭 我們會繼續來去做處理 做民主的啦 那... 我就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剛才說是 那個... 應該是使用的部分 沒有用我們就是有的人 知識程度比較低啦 他那種就是習慣 沒有害我 我也比較寬 不過我們還是會針對工廠的 這些許可排放的部分 我們會去做布點 然後去做一些檢測 好 局長我再請教你齁 11月3號的這個 我們蘇澳有一個鬼頭刀 魚工廠 這個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那你有什麼看法 裡面有那個 甚至有子彈 魚台裡面有子彈 有吸管有稻草 怕死人 這樣我們所有的遺產 會不會影響到 那這個環保的議題有關吧 有沒有什麼要呼籲的 是 感謝林議員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垃圾 如果真的要治本的話 我是呼籲 我們不要隨便把垃圾丟到河裡面 我認為這個部分裡面是 大家一定要共同來努力的 當然從管理部門來講 我們一定從譬如說我們的漁船 我們訂了漁船的那個 廢棄物的這個 這個主份的自治條例 局長 如果你是當啦 用夫妻的都沒效啦 要管理 因為這都是事實發生啊 我講的從管理上 這樣 那慢慢的也沒有人敢吃耶 我想的 治標跟治本 治本 我覺得是大家不對勁的 這件事情 從環境教育要著手 好 治標 就剛剛講的 我們做的管制 那我們也希望 在主要的水利溝大牌的部分裡面 我們對於整個管理機關裡面 我們去請他們來確實做好整個監察 好 局長我再請教啦 我們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攤商 因為它的設備不足 它很多的排煙就直接往水溝裡面 水溝是不可以嘛對不對 這個應該夜市然後商灘 但是現在我們還有地方 這樣再進行啊 我們教育也有接到 它只要在營業的時候 做燒烤 我們整個市場都拼到 這個要不要管理 雖然我們也尊重它賺錢的 生活不容易 但是要不要再管理 我舉個案例 樂華夜市跟新人夜市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參訪過 這個案有沒有科長了解 他們把它做得很棒 成本很貴 但是客人多了三成 也就是說在排油煙健康的概念 不要讓人走進去整個油煙 我們不是說今天發電那個 東大門 類似那種 那這個概念 我們要不要去推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 我們的龍潭就變成這樣子 有些人在做油煙的部分 它完全沒有去往水溝 那水溝會產生什麼問題 水溝或淤積 因為我們的油都用很壞 你知道嗎 請進去往下面倒 淤積之後就會長老鼠 我相信這個 蘿東都發生過 我們交易現在也逐步 那這個問題 要不要再嚴格一點 有沒有要針對夜市 或針對這些攤商 他的那個排煙設備不良的 或者目前仍然在水溝裡面排的 這個做個規劃 或者一個做一個 統一的檢查 或幫他把設備做好 或者交易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那新人跟樂華夜市這樣的概念 你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 都在對夜市的那個整個 那個空屋裡面 我們對於房屋設備的改善 我們都有去做補助 那只要是他們的夜市裡面 他們有自酬酬組的委員會 他們願意提出計畫裡面的改善 那針對他們的攤商的部分裡面 去做管理的話 我們這邊都會來做協助 是 是這樣子吧 那他們如果不提出來 就沒辦法做了 那這個我們回去做輔導 那基本上如果他 如果有去 這個有這樣的意味 那我們 我們基本上 如果 請我們去檢測 如果超標的話 我們還是會裁法 像我知道知識底大 因為明顯的 都是選票的問題 那如果 跟他們的利益能結合 像都會行的 他們就 欸 覺醒啊 比如樂華那就在永和 非常有名的夜市 他不因為你投資的成本 少了收入 反而增加三成的一個 這個觀念可以溝通 變成一個亮點 因為很多的發覺 像能源公司也很好 所以我 比較好奇說 你既然敢提能源公司 其他地方還未必吧 因為澎湖是失敗嘛 澎湖的能源公司是失敗 你敢提一定你的方向 還是陳真青 有一天睡覺睡不著 他提出來他能走掉了 所以這個我們後面都要收尾 都要很務實的看待 要不然你看 一張預算這麼多 然後甚至人員警拿了錢來做 做到最後是空的 我想大家 把時間軟位在那邊是沒有意 所以我會提出 太陽能跟地熱 乃至於夜市 如果可以 同仁也可以排去看一下 他們的好跟業者在溝通 因為總是 好謝謝林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黃毅錡黃毅議員 主席 局長所有的局長 各位同學 跟我們的委託好朋友 大家早安 恐怖局長 你的認定 我們疑難關的 這個恐怖 政府目前這樣做得好嗎 你請你回答一下 感謝議員 其實 宜蘭環境永續 這是我們宜蘭環保重度的核心價值 所以 要怎麼去對後台 要怎麼對我們現在宜蘭 綠核的事 要怎麼對整個生態保護的事 一直就是我們在保護 所以 從 做得好嗎 從事件來說 基本上 目前我們的空氣品質 PSI 都在40周圓 我們標準是50 沒有啦 所以正公司要有一個標準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你說的我就 聽不懂 你不要說 對後台 對現有的就說不夠了 你問題這麼多啊 你看我們衣蘭就好啊 什麼空氣 衣蘭你吃飯都噴到臭味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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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管長在去年的時候 有答應 你六個月 絕對要處理環境 結果一樣 都沒有擔當 一樣 繼續這樣炒 對嗎 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對嗎 你現在先來接管部局長 你的看法 請你解釋一下 是 感謝議員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定一個 粗異味的加鹽標準 對這個序幕的部分裡面 本來它的空氣標準是 50個PPM 那我們要逐年降低10% 所以 最後到4年之後 會變30% 所以這個糙米的部分 當然 我們會對這個部分 來做加強改善 這是我們立法的部分 對這個叫做 甲土的部分 我們每個月 一定都會去選擇三遍 我問你啦 你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以後 你沒有了解 你不要說 你說那些月都不是 真的在拿 銀杉木前出 這個豬場 現在木前 銀杉香 只有一川草 待一川草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知道 說不知道 我不要挨拗 還挨拗 你知道嗎 董博文就是 你來現在那三條 你 來現在那三條 我們 那個部門 還過來就是 那個 那個 那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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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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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地方的啦 草皮都在那裡拼到比較多 那裡都在下風處拼到比較多 下風處在那方的地方 每一川都每一川 你所以說你就不了解 陳丁青就很了解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他接 你知道是聽人家說 每一頓的第一頓有草 你要怎樣 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你齁 我告訴你 一川川第一草 黑冬這邊也草 上特這邊也草 有沒有聽到沒有 黑白也草不到 所以說那些空氣的汙染太嚴重了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吃飯你沒辦法吃 你會吃的草出來 對不對 你說的到醫後後代 現有到大家沒辦法生娃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會炒到這麼不平衡 你對這種問題 你敢說你有辦法 你跟自你來重任 看保局長 你也去看看嗎 你去了解一下嗎 沒有嗎 沒有 沒有你 講我聽一下 對於醫生黑冬這邊 我們其實上特這邊 其實我們都會有 大家都會怕過去選 當然這個部門的草味就是 我講的就是標準 我們其實對虛目設施的標準 算比較快 有在草嗎 有在草嗎 我們基本上那個草味的事情 說起來 我怎麼說 他那個部門就是感官自覺 你都沒有沉重 比較沉重 你去看保局長 你就是說 真的 他這個 真的草味 影響到 他山鄉吃的 草味大家賣 當然 我們既然常在說 好山好水 對不對 保局長 你後來的影響下去 下一個 欸 草味濃香 沒有對不對 去那裡大家都在拼 草豬菜水 對不對 你要想一套說 我怎麼要改割 改割 真的會改割 你怎麼說 你再說 他在那裡 圓頭都在那裡 現在還要說 你們要去的時候 那些人知道 不敢放錢 把草味弄好 這麼久 你這補得不到 對不對 欸 這這製造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位 漏水下來 有的十二人在生死 整個 欸 整天都都下來 你聽不懂 所以你無法改善啊 你現在怕 我自己建議了 你有時候說 我幾天要來改善 我幾天要來看 我幾天要來處理 你 作個回答 我聽這個 是 這個回答 我們 我們 在家庭 我們就去剩 水的部分 我們也去剩 美國家庭 剩的次數 這樣看 對這個部分裡面 那違法 我們就財法 這樣 我們 第一 我最初 要是去 輔導 第三 我跟我們最初的管理 就是說 對這個設備的改善 我們會跟農業出一邊 來做合作 來希望說 對這個農業設施裡面 整個排放的 顧問題的部分 我們會去請他們 再多協助輔導 燕氣的部分 燕氧發酵的部分 來加強 所以說 我說得聽 我是希望你 把這個問題 一定要處理好事 不要再繼續給他炒 經常你說得到 看佈力觀 你要炒得一樣 你看佈力觀 這種的很難聽 你聽不 人家去到那裡 尤其是來什麼 人家在那裡 鐵頭 油浪車很多人去 在那裡 鐵虎還是 大家憑說 哎呦 你們這怎麼炒到這個味 怎麼會這樣 你聽不 怎麼會這種 你聽不 所以說 欸 這種的不對 我是說 那一定要改善 我請教你 這個時候 燒金怎麼燒 你本來燒金怎麼燒 裡面有什麼金 這時候燒什麼金 你說我聽聽 拜六大公都燒金座 那你如果拜神廟的話 就輸金 你黑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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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說 黑白的 你們黑白說 你黑白說 你黑白說 黃的 黑白說 黃的 黑白說 我說 復席跟肯住 敗拜為什麼行 知道嗎 敗拜也不是 敗拜是經肯住 老大公好之貨 貨金 你這樣請問一下 現在發一個時 你們都說 跟這些肯住 一百 要去拿去隔壁打燒 總共你們有幾個點 我跟你說一下 是 我們現在一百 差不多十個點左右 你別別說 你現在一百四十四 你又減 減五三十四點 拜託 我所持差不多百多的 百多的有 你這樣偏偏這樣 沒有啦 你現在來這裡有寫 寫一百四十四的點 四十四的點 你叫人拿去燒 請問一下 人的一個信用 七毫時 你介 pr要來打 如果要來打就 stop 七毫時 拜拜 是說 有犧欠人的信用 七毫時 七毫時 Sauce OK 台南 拜拜…亦 dou 人的拜拜就是 氧凸先修 經理啦 經理先修 知道嗎 警衣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好,這樣你就知道 對,你的沙口先燒 那沙口先燒 這些燒金爪 這些這邊 又燒不一樣的 所以說你,我會說 你都要人集合下去,叫人集合,拿去桌 拿去那些地方放,放一放的時候 那三人拿去,你知道嗎 你才不知道 如果是要叫他們的方向,大家在安家秀秀 別動手 別動手,先用人說 心理無疑,苦力無變 過去傳統就是這樣 尤其我們藝人人 比較實在 對七月中原報道 也是比較清新 所以我們藝人會比較平安 所以說有時候會說起來,你不要拚搏 你拿去燒 要去拿去怎樣燒 我跟你說得通 你去參參造會 你說拜五安啊 叫道書啊 要道書要念那天氣 要念什麼 你說我聽一下 怎麼念 你說我聽一下 來來 我給你講一下 你叫道書去做什麼 來 我們其實就是說 在我們那個文化的大平台上面 我們把它回收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些法會 讓他們說風調無順 大家都平安這樣 你這樣說 人家這樣 我來講 今天我拿去拜拜 我的保備要加來健康平安 跟風調無順是你們國家要好好去拜 對不對 你這樣真的跟他講 所以說你的文不對勁 你能收收去用到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說像這種的無應當 一定強迫人這樣做 你還說有時候你無理的地方 去每一間廟來說 我沒人說你這個金座多重 幾點多重才可以 你說我聽一下 你再去看保護局 再去拿去用錢 這樣放 放說你這個太重 太近 標準就大 你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你再去看保護局 我沒有這樣要求 我告訴你 是啊 我告訴你 是要去廟裡跟他溜疏嗎 我是保護局 就不去尋找人廟有反應給我 說你們看保護局 我看保護局的 你金座拿著我放放多重 這樣有你嗎 來來 老婆 你第三個你回答一下 來 你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你來來 來啦 你回答一下 恩議員你好 他都不知道你什麼 也沒有在那裡 你那個幾個 陳科長 我姓陳 耳東陳 空造科科長 比較大什麼 我姓陳 我是空造科科科長 空造科科科長 對嗎 你不叫你家裡跟他溜疑我多重嗎 自己安保護局 去跟他溜疑時 我們都會先跟廟區廟宇的同意之後 我們才會溜 溜是 我告訴你 不要說這個話 說到寬佛局 他才不會溜疑 說這個話要做什麼 去我寬佛局 他才說我沒辦法去溜 你要請求 廟宇要請你去溜嗎 你 我要跟你說 你不要在那裡讓廟宇這些廟宇 嚇嚇又緊張嘛 對不對 那是一個信用的 拜拜的地方 你現在 你聽到 你沒有去講廟 你去問問得好 你才去拿去溜 不然你還可以拿去唱的地去溜 對不對 以後有可能你不去說我沒辦法給你溜嗎 不然這樣嗎 絕對不溜 對不對 對啊 所以說你說這個話 民國說的 儘量要存在廟宇的處理 不要沒辦法沒錢 你去溜的意義在哪裡 你的標準在哪裡 你溜的標準怎麼 你說我聽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聽你說 有這樣啦 我來作弊啦 這個 標準怎麼樣 你說我聽一下 各位安伯國 這部分就是 放重量的部分 我們要求改進了 標準的部分 我們沒有一個標準 其實 他溜其實想說 有標準嗎 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你溜要做什麼 你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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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你不對 你溜成本 金座要做什麼 我開心 有的人會肯定 要擔心 要買一些金座去不行 要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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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 是我們沒有需要的地方 如果它在那裡燒 燒了還要說有火溫比較大 或是火磁比較大 你說為了安全中中 要大家要小心 這個人可以接受了 你不在不在去幫人家的金鎖 對不對 你不會有 不怪不會有人家卡在那裡 現在這是怎樣 現在好像是什麼時代 怎麼會這樣 金鎖也拿去幫 現在又問說 金鎖拿去幫的標準意義在哪裡 你意義就知道 都沒有啊 還要再說嗎 沒有 這部我們還會改善 來來 你怎麼 這部我們還會改善 還會改善嗎 改善啦 我們議員說的 不能這樣啦 不是改善啦 你還會說 改善還是會撥接機 對嗎 接下去了 所以說 國務局長 這樣有亂嗎 你改善的地方 沒要去拌 拌拌那個 沒用的地方 你拌的有做什麼意思 所以說你要拌 對的地方 對嗎 對的地方多多 人才會訪人 對嗎 你拌這個有做什麼 對嗎 我請教你齁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時候 你們有規定規定說 這個 福利和消費 這個地方 在這個 賓藏業主要做什麼的時候 要做電子完聯的事情 電子完聯的目標是處理的成功和效果 有什麼樣的 你請你解釋一下 是 我在想 各位我們報告 現在服務員所有人都已經實施電子完聯了 但是在民間的保養 在去年到的民間房子 對這個保養裡面 對 把我們的賓藏業裡 有做一個 大家來共同的目標 就是在明年開始希望對民間的保養 因為補助我們的殯藏業者 說有益金電視 希望大家改用這種電子完聯 能夠擴大到我們的住家裡面處理 我跟你說齁 如果牠如果牠如果沒有照用這個 這個用這個電子完聯來講起來 牠會過法嗎 蛤 牠牠是沒有過法的問題 沒有過法 如果有過法的人叫牠找到討厭就好了 這個保養我照顧甘明珍出來 這裏面有人叫牠過法六千塊 你聽不懂 你今天在年阿婆看報紙出來 後來把一個殯葬業做的工法六千 對嗎 是 這個保養我了解一個議員 你了解的我來說齁 你修法我這麼過給你了解 像這就是你們自己不對 你們當初在選擇說 到明年的當時要開始 對吧 現在選擇的時間 如果有什麼時候 賣去幫牠過法 你結果沒多久 隨便過了一間人的殯葬業做的工法六千 這就是不對的地方 你不對你自己做這個要做什麼 對吧 所以說你們說的 你們說的一家你做的又不一樣了 說一家做不一樣了 人家撞你賣掉了 因為你們 環保局太大了 對吧 現在目前我請教你 我們的六社團體有在救這些 救這些一些 啊 齁 跟牧場有怎麼補助嗎 先你做一下 解釋一下 是我們每年對這個空平回收計畫 裡面都有擔出價位 大家有100萬 有當時200萬 不一定 因為這都是重要的價位 我們去擔出的 對這個部門 我們一機都兩床人 去協助弱勢團體 今年跟牧場委員 也有差不多100萬 去做漁 那明年我們來繼續再推倒 我跟你說 因為這個六社團體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想辦法 幫他補助 讓那些人 六社團體的時候 他如果過節好年 有時候你去補助 要求一些東西 來靠他過節好年 我覺得說 這個 公道一定要做 因為 他跟他求 在平常 在求一些東西的人 絕對 經濟不好 也希望你自己關心 這樣 路動 有一個 培音路 57號 結果發一個時 來講 有一間三三店 結果 隆重人家去檢基 檢基 三百幾次 我們 環保教去開單 隆重去開幾張 那幾個人 知道人家唱 知道嗎 開單 隆重去開兩三百張 好 好來 他還說你的 他還怕 你還是你找到我看 不理會找到我看 好來 給你說 是 剛才議員說 這個 這製作節利亞 因為他就是自助洗店 所以在附近的 噪音 因為24小弟 在 在 你在開 這個部分 廣東開幾張 我開差不多 兩百六十幾張 做議員 你跟我說 廣東開244張 你說兩百六十幾張 我這裡都給長期 你怎麼都說好社會 還說說20張 廣東發七十三萬 結果那些年輕人 沒錢 湯湯 讓你煩 讓你三方 對吧 你肯定就這樣 一個年輕人 剛才要創業 你 你 好 謝謝黃議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 那個林業賢 林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的 我們的 局長 還有我們各位局長 各位同事 大家以前 首先 我想請教我們的 代理局長 你怎麼會記得 好像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們的林館長 有去廣東海 有去巡視 一個什麼人紅事件 那個蚵裡面 好像廢棄物排水 都紅紅紅 整條蚵都紅紅紅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那不是在廣棄物 那在郭仔路57號 郭仔街57號 郭仔街57號 對 在廣東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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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林聰賢有 有承諾說 一禮拜日要向他解決 請教後續的情形是怎樣 是那一間不良廠商 後來不會亂排 你知道嗎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24小時 我們有去做定期的監控 我們也有放置整個監測物品 看起來這是一次性的一些 大概食品工業的部分裡面的一個放流 所以對這個報紙裡面 我們基本上 比較是現在行為人的報紙 我們因為也都在監測 但是目前還沒有抓到行為人 管理有說因為全國新聞或什麼 說一禮拜承諾 我們鄉親我們一禮拜要跟他們完成 那完成一代 所以我們現在完成 就是現在跟檢測單位都鋪墊 說要讓鄉親報告 到現在沒聲沒聲啊 那你是要搶媒體還是什麼 龍湯豪地區 或是說人家附近 那些運動的機密來跟我們陳情 說到現在 我們的林聰賢林縣長 不是說承諾一個禮拜以內 要把這些情形 要把鄉親報告 絕對把鄉手查出來 元凶查出來 然後像我們一樣的鄉親報告 但是目前為止都沒有啊 那些鄉親等 他們又說一件事了 叫我跟你們說 那些鄉手跟幾間而已 查不出來了 這幾個這麼白你們都不知道 鄉手附近的鄉手跟幾間而已 我們就查不出來了 他們說我這樣說而已 所以我也不便說什麼 我想說 就對了 你認為你有栽調 好 好 替我們的館長解套 當時他把這個 查明清楚 讓館長 向他鄉親報告 還是說 你本來跟我們鄉親說一下 說這已經查出來 要怎麼處置這樣 你跟我們報告一下 因為這地沒做一路二路的工業區裡面 有食品業 也有一些我們的印染業 也有氛圍土業 其實我們回去以來 對他的報告都直接講 這些都有地方 其實你去掌控 我不管你要不要掌控什麼 我要你去查出來而已 是 不管你什麼動作 你的期限 因為那個報告一次性 不然來說 我們有做這件事情 你多久才出來 我要了解一下 你跟我說一個期限 我跟他講 這個報告真的 我的密集聽哨 真的是這樣 你也不敢承諾啊 現場就承諾一個禮拜 你又不敢承諾 沒關係 你 你好 我現在跟你講 你怎麼這樣 你把這個政策 你想要怎麼做 像我是說在館長中 這順執情來查出來 館長中 這順執情是11月18日 11月18日 你把這些查局的情形 和基建發生的 我們怎麼去查 你把這個情形的報告 在館長中 我們這順執情 齁 聽好了 這書面資料聽好了 麻煩一下 好 再來 我們 議安關 環保局有去執行這個 煙太防治法 也是算 環保局的業務範圍嗎 局長 煙太是衛生協的 煙地取締是我 煙地取締是你 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很奇怪 吃粉 一支粉 跟拼粉 結束 不超過差不多三四分鐘 煙地取締是你 吃粉是你 為什麼不像台北市這樣 台北市那些 台北市那些 好像有一個煙太防治法 就是說 在興義廣場那邊抽煙的話 餘地罰兩千至一萬 煙地 亂丟煙地 是 好像一千二十五千 所以你沒有覺得說 為什麼你沒有跟衛生局 做一個工 一個溝通和協調 覺得說 煙地做一次來用這樣 你解釋一下 原報告其實 我們有 那個煙太防治 其實我們有 本來就有 劃定一個區域是禁止吸煙區 這個保養 未來我們會跟衛生局這邊 還協助 還對哪一個部分 比較需要再強化的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這樣我簡單跟你說一下 這樣你把那個 你把煙太 你取締的煙頭 這個情形 去年到去年 總共出席的指見 你把這個 書面包給我 列出這路 還有一頂是那個 你們應該知道 羅東鋼鐵有沒有 我們為那個 高山路過 羅勁那個地方 甚至 我要留給他 甚至說 他們有一個什麼 媒體 甚至都是露天堆放 放在他的 廣場上面 然後 好像說 有一些是 有一些 譬如說 水泥場也好 或是說 一些相關的 企業也好 他們都是放在 室內堆放裡面 都在室內比較安全 你說 羅東鋼鐵 他的這個部分 他這個煤礦放在露天 那如果 風太來 風到大的時候 吹起來 把煤雪吹起來的時候 黑白杯 是否會影響到 空氣品質 附近居民的空氣品質 你觀察這個情形 有還是沒有 議員報告 那個 羅工這個部門 在露天 那個叫氧化渣 還原渣一定會在室內 那還原渣跟氧化渣 不一樣的是 氧化渣 它不能夠去 作為 那個 就是有一些 鋼筋混凝土的部分 它可以做管鍋回田 這些事情上面 可以再利用 那這個還原渣的部分 當然都是 從水泥液 來去作為這個材料 那個水泥材料 大概目前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 露天如果有一些 所以有一些空污的問題 我們會加強來巡邏 如果這個理論 那個在許可上面 我們一定要做防塵蓋 做灑水措施 這個沒有辦法來加強 他們是都去上面 拿水這樣而已 是不是 還是說有什麼 抗布棚的什麼 你先要求說 好 抗布棚得好 是不是 他們現在有抗布棚 沒有吧 蛤 他現在沒有 他現在用灑水的一些設施 他現在沒有抗布 為了說 怕這個環境會影響到 這個空氣會影響到 我是建議說 你幫我錄金說一下 先去上面 加強這個防備一下 好不好 麻煩你一下 執行情形如何 你也給我回答一下 再來一個是 目前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原來有一些水泥槍 還有台法 是不是有什麼排煙脫流 有這個設備 還有我們的混化爐 我們垃圾混化爐 甚至也有這個設備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本縣市 我們本館 鐵白館市秀的本書 收出的這個費用 我想說你簡單先率面一下 做一次率面 是 對 各位報告 其實他們 都有空汙的一些集成的設備 如果是水泥廠的話 那個叫PE 就是靜電集成器 如果是 那個台化的話 叫紋式洗底塔 有一些 流必須要洗酸的事情 再來 我們麗澤混化廠 它是代式集成器 它是乾式的 一般這種收集有乾式 這三種 對這個部分 垃圾 外縣市的部分 我們現在 目前都是以加護垃圾為主 跟議員報告 加護垃圾為主 對對對 外縣市的本書 讓我們可以收 外縣市的部分裡面 我們現在 70%都是收線內的 20%是收花蓮的 剩下的10%就是收外縣市的 一些加護垃圾 你收取費用情形 怎麼收費 那個 費用的部分裡面 花蓮的部分我們是 一噸是2015 就是2,015塊 那運費的部分 他們自己運 所以如果運費 算是1,600塊 那現在我們 那個運費他自己運過來 今年 今年 剛才把我們的 計多少錢 我們的收入 剛才計多少錢 今年大概 四五千萬左右 是單單 花蓮縣的 20%的本書 對 對 另外10%是太多 就是 比如說我們最近 有一些配合環保署的政策 費支付的 我們不是加護垃圾 就是說 沒有粉化爐的 譬如說是粉林 或是新潮南島這些 或是我們土層 其實我們都 調配 因為我們的粉化爐 還有卡到 某一些需要調整稅收的問題 所以這些事情 我們都配合 中央裡面 我們協助外縣市 對沒有粉化爐的 這些縣市 我們協助他來燒 加護垃圾的事情 如果 你如果認為說 我們 拿外縣市 收的 這20% 還要多的10% 30% 收的 不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 養養館館館的 這些生活品質 或是說 新鮮空氣 影響到的 會 我是認為說 他這些收費 有益助 我們縣府的 殘政收入 這是不錯的 可是 如果有引用到 我們養館 居民 我們縣民的 生活品質 我是要建議 我們不能去收 後來 如果有人去控制 我就覺得買了 所以 去這裡 本身也要麻煩我們 局長 把這裡 我們收費情形 你從 麻煩你 這三年裡面就好了 好不好 收費情形 一年多 收多少 這10% 20% 總共的收費情形 在館館中 這順子之前 回復本身 好 這檔 還有一檔 我們的 機車這個引擎 噪音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 環保署在處理的 這裡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有沒有 那個 不定時 還是說定時 不定點 去機查這些 過草 還有太擾人的這些 機車 改裝過的這些機車 我們有嗎 噪音的檢測 是環保橋 改裝的部分裡面 要回歸到 監禮站這邊 交通安全條例裡面 去處理 噪音檢測的保温 我們有兩分種 一種是定檢 一種是藍檢 定檢的保温 當然我們 固定的 我們的幾個定點去做 藍檢的部分 我們會同警察局 我們去在幾個主要的路口 我們去做 做檢測 如果 他一旦 這個 超過標準 那我們會請他再檢測 你們 定檢測 檢測的時候是 你們差不多一禮拜一次 還是兩禮拜一次 民間來說 一禮拜幾次 這誰 空污科科科長 還是噪音科科科長 議員你好 定檢的部分是一年一次 這樣子 蛤 定檢的部分是一年一次 就是說 看這個噪音 有太差了 有這樣老人 沒有這樣 會不會太少了 一隔一一次 我就嫌少了 你知道 真的齁 除了我以外 很多人 我很多好朋友也好 開工也好 有時候 很多機車這樣子 在十一二點 的時候 鬼 讓他在吹這 影響多大聲 你們自己覺得 都不覺得對 在我們醫院是就會這樣子 所以我本席在此 建議齁 你一年一次 真的太少了 你最早你也一禮拜二禮拜二禮拜一禮拜 那你是要抓什麼 你有抓到什麼成績了嗎 前一禮你有抓到什麼成績了嗎 有沒有什麼成績 這部分我們會再檢討 那攔檢的部分 是每個月都會 會從警察局會去做攔檢 針對比較常有 標車組聚集的路段會做攔檢 我跟你說 物以事小而不為 你們是因為這個人開這個法庭 或是抓這個 先抓不到什麼 他有任由臨時委託 委託去人家說 去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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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人家說 人家要拿到的 人家說他不會去認 我不好意思我沒有去認帝 不是要認什麼 是要認前 交通部長的第一米 那種大地 你們委託人員 後面那個中秋名的講 張秋名議員會去講 我是要去檢討一下 現在回歸正題 這樣科長 局長 局長 你回去檢討一下 是 一年一次成績了 因為這種噪音 老人非常的嚴重 神經錯亂 好 這個我們來檢討 你一年一次成績了 是 你想問我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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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我們來檢討 課長 你把這個 這五年來裡 歷年來 這五年 歷年來這個 抓 取締這個噪音汙染這個 我的引擎聲音太大 這個噪音汙染這個 這個 取締到的案件 案件數 在館長組織之前 拿給我 這個資料 好不好 好 好 趁這個時間 我找到那個 我老那個 薛辰議員 謝謝林議員 局長 還有我們 議長 還有我們所有同仁 早安 大家好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局長 就是 其實我們東三這邊 一直一直都還在關心這件事情 就是有關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 局長 您應該知道 在上星期我們這邊有個循環一展 就是在那個脫口罩找藍天 這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活動呢 其實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普遍地方 可能整個東三蘇澳一帶 其實普遍民眾對於空氣的品質 有些特殊區域的地方的空氣品質 跟空氣狀況 其實還是一直沒有改善 或沒有很好 那這個沒有改善跟沒有很好 大家還是很疑惑啊 就是像我們的水泥排放的標準 不是已經開始加鹽了 然後針對就是去機查的部分 一直也說機查的模式跟方法要改善跟調整 那照理說我們的空氣不是應該要能夠有一些 想對你的改變或改善 可是其實一直沒看到 是不是局長你可以先告訴我一下 究竟現在 除了我們的標準加鹽之外 實際上的具體作為還有做了哪些事情 是 感謝薛議員 那個東三的脫口罩早安的這個 我有全程參與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對於整個管理的作為 有在可以再更強化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這個跟民眾的那個認知感知 那個知覺基本上還有一段我們必須要去努力的空間 那雖然那個整個的工廠 他們其實是符合排放標準 可是抽一位的部分裡面 有某一些抽一位 我們有可能在物種上面 在整個受體端 甚至於是這個發送端的部分裡面 我們也就這個TFIR的那個 就是我們做的一些所謂的 我們的整個的一個物種裡面 我們去做一個盤點 那盤點裡面當然有一些 比如說對本二甲酸 比如說醋酸 比如說CS2這些事情上面 那我們有可能在這個部分裡面去再強化 第二點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整個要求工廠設備改善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設備改善的部分裡面 那我們對台化也做了要求 那台化裡面在基本上它有初步針對它的整個水蒸氣的部分 它希望水蒸氣部分裡面就可以把它讓它盡量的降低 再來就是那個脫柳部分 再來就是這個整個的部分裡面去做一些改善 那我還是要提醒局長啦 因為其實您剛剛也提到了抽異味的部分 跟內容成分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一直關心的事情 因為其實普遍民眾最有感的事情還是味道 那通常其實在空氣污染部分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這種樣態是很多需要被了解的 包含有味道不代表它超過標準 那一旦我們的標準不夠嚴格 那永遠就是聞到味道聞到味道 我們抓了也抓不到 或是抓到了 可是其實這個味道它並沒有超過標準 使得民眾還是得繼續忍受那個味道 有關抽異味這件事情 究竟這個標準值這個怎麼認定 當然我問過很多次 總是會說這個很主觀 沒有辦法客觀認定 那我們如果太主觀無法客觀認定 那究竟怎麼樣才能夠去設定那個客觀標準 我覺得這是應該我們優先去突破的事 而不是每一次每一次都去 這個很像無法認定或無法確認 但抽異味這件事情對人民的生活 或是生活品質等等 就是有很劇烈的影響 尤其縣長不斷的講永續宜蘭 那我相信這一點絕對是需要被更正跟糾正 或者是說我們要去設定更多好的標準的事 所以請環保局是不是可以更積極一點的 去針對抽異味 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或是篩選或是機查的模式跟方法 我覺得環保局應該要再更積極的去做 我們在上一次的大會都已經提了到現在 一直都還沒有看到更具體的模式跟方法 要求環保局應該是要去做這件事情的 那第二就是說抽異味 但就是剛剛講到了 有時候聞不到的不代表它沒有毒或沒有危害 究竟現在在燒了哪一些東西 燒出來的成分是什麼 那燒出來的這些東西對人的身體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 這些研究或是這些了解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那民眾深入去了解這個議題後 我們公民行動反而發現到說 在這一環是更需要被了解的 環保局也應該要更積極的針對這件事情 去做更多的了解 以及把這些資訊做公開 究竟有哪一些東西是暴露在我們的空氣中的 資訊的公開我相信公民的參與 絕對對我們的政府要去做這些標準的加研 或是要去落實這些機查 會有更多的幫助 資訊的公開是我們優先要去做到的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因為時間的有限 我本來另外要詢問的是 宜蘭戰生能源綠色產業的那個 資質條例的部分 我們昨天也有去那個地勒人那邊勘查 那這個資質條例一直說要去送到議會 要去處理要去推動 一直沒有看到 後續如果真的有發電的可能性 在後端的管理 包含可能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產業 發電也好溫泉也好 都需要被管理跟挑戰跟了解到的 請環保局更積極的儘速送來 那會後再給我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 吳峰亡吳議員 繼續 好 謝謝吳議員 那我這邊也就是針對剛剛提到的 那個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的資質條例部分 我跟局長提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之前也有辦過一次的草案說明會 那草案說明會那一次我有全程參與 那也很感謝環保局 又找到了很多不同單位 包含可能專家學者 甚至與民進代表都去 那我首先當然第一問題是問說 我們到底多久才要送進議會呢 那另外就是我也想問說 就是現在的處理的進度 因為上一次的草案說明會 其實有很多人提出了各方的意見 針對這個草案的內容 有很多的研討 那這個草案的研討 其實這個研討的內容的過程 其實是相對珍貴的 我們有看到我們環保局的 這個研討的內容過程 提供給民意代表知道 或是提供給我們的公民朋友知道 那每一次像這樣的重要的草案 跟管理的草案 都在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看到這個草案的內容了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過程中 其實是有被檢討過哪些事 或是被發展過哪一些內容的 這很可惜 因為很有可能到時候送進議會 或送進法規小組 被提出來的問題 跟您開的那個說明會 可能問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或是類似的事情 可是您就必須再說明一次 那這樣的溝通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進度跟進程 是應該要公開 跟讓更多的可能民意代表 或公民去做參與 您在這個草案的推動 我相信得到的資訊 會更加的全面 以及這個過程也是一種溝通 是不是請局長先簡單的回答我一下 究竟現在的這個 這個自治條例的處理的情形 以及什麼時候會送進來 是感謝薛議員 陳如剛剛薛議員講的 那我們從制定法令到公開說明 到整個修正 然後再提法規小組 再提縣委會議 再提議會 我想這是一個流程 那陳如剛剛議員講的 就是對於再生能源自治條例裡面 那我們在立法的希望廣納各地的意見 包括說整個設立的一個宗旨 包括說對於未來的一個管理監督 設計基金的使用等等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都現在都有修正 那我們現在大概近期就會簽到 法規小組裡面 然後做審議以後 我們希望在年底或明年初 能夠送議會 好 很好 好 謝謝 年底或明年初是不是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繼續做追蹤 也請環保局這邊應該要跟我們更同步的 提供更多的資訊進程等等的 有任何的疑惑 其實我們應該要更多的溝通與了解 那另外我也提醒 針對我們的知識條例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提到說 就是在上次的討論會 那個草案討論會裡面提到說 地熱能的周邊可能會帶來 會有一些相對 比如說像溫泉觀光跟溫泉產業 或者是跟溫泉有關的農業 那這樣子的話 在這當中他們在這些開發 或者是在這些產業的經營上 稅制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這個其實可能 很有可能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那再來就是 我們以這樣子的開發 這樣子的知識條例產生之後 它某種程度出了一些稅收的 那從中央到地方的稅收比例是多到 對財政的挹注跟幫助是什麼 是不是這些資料也都請會後的時候 可以提供給我 那另外就是 那一天也一直提到說 在這當中一定有很多 產業輔導的跨部門合作 可能性會發生 那到底現在有沒有這些構想 還是又是環保局自己一個人 在那邊想著這些後端的管理的事 因為這個知識條例 它本身要去管理的就是 地熱能後續被應用的可能性 這不論是到發電產業還是觀光產業 還是農業產業或是任何的其他產業 那這些產業業務很有可能會超脫出 我們本來環保局的業務內容 或業務範疇 那一定會勢必要跨部門的合作 跨部門的了解 那這個跨部門的合作模式跟了解 跟規劃或者是構想到底有沒有 其實我們一直也還沒看到 那到時候又空有 就是我們環保局在做這個規劃 跟這個知識條例的設計的話 一定會又出現一些舒適 或是有一些管理上的權責的推卸 所以這件事情是提醒環保局 勢必跟務必要提前去預先想到的事情 那最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有關裡面有一個能源開發利用技術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其實它針對 縣內再生能源切施性它是不是也會去審查 跟環境影響有關的衝擊 這個事情也是我們很多人會去質疑 會需要了解的 也請會後再提供資料給我告訴我 那另外我們也有成立再生能源的基金 作為後端的保護 但前端的預先的可能對環境的經營保育 或者是永續的投入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考量進去 我希望基金也可以預先去做到 因為那最後最後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還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看了環保局的工作業務報告 其實我們的環保局在做的環境保護 都是後端性的事情比較多 我們比較像環境工程 不像是環境的經營有序的規劃管理 因為如果我們預先就先去規劃 或做好一些預先的動作的話 其實現在在做的事情都是 污染出現了或是干擾出現了 我們再去想怎麼因應跟調整 但環保局做這樣的動作實在是太消極了 希望我們環保局從本位性的開始顛覆 自己本來可以做的事 從一開始的保護跟調整就能做 後端的這些合約的環境工程 其實是應該不需要做的事 對 所以光這個資質條例的出發 希望環保局這次就可以做不一樣的 因為你本身就已經要做的是預先的事了 還在用後端的事情處理的話 這樣子到時候一定會出狀況 那以上那時間還給我們的吳鴻蒙議員 謝謝 好 議長 那個康代局長 各位科長 各位同仁 前對環保局 我說 康代局長 你認的確不錯 從農業處副處長調到環保局副局長 然後現在代理局長 當然有你的新的作為 當然以前環保局做的 以前陳仁順局長做的 給你現在的 到底有什麼差別嗎 有沒有創新 有沒有會求環保局會更好 這一點你等一下再說明 我就覺得說 我們環保局的議算 看說你今年度的預算 變了3億7千 7千6百多萬 稅出3千9百多萬 3千9百多萬 3千9千幾萬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稅入到稅出就差2千幾萬 差2千幾萬 就是要準備讓我們議會來台 還是說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這頭一個 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 我們有說罰款及賠償收入 降4.26% 這個金額也是滿高的 你們是怎麼拿出來 不然不然不然就知道 今年度 就是明年 106年的 罰款跟賠償收入 會有這麼多 你是怎麼去抓出來的 我希望說 你要看看 還有一個 你的 這個 還有一個 其他收入 也是佔相當多的金額 這是 其他收入是 包括哪些 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謝謝 感謝議員 我在想 創新這個部分 其實 就如剛剛薛議員所講的 現在 對於環境風險控管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有一些策略思考 包括現在面對 極端氣候 面對未來地球染化的事情 如何減碳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都有在做思考 那 必須要從整個目標跟策略裡面 去做一些 真正如何去落實減碳 如何去落實整個未來的 我們對於整個 從土地 從整個的一個 教育的立場 跟整個土地開發立場 去做結合 那第二個就是 針對 那個 稅數稅數多了兩千萬 那 基本上我們 在稅數的部分裡面 就是剛剛講的 從罰款收入 從其他收入 裡面去做結合 可是在稅數裡面 以往每年 其實大概都 差不多都有 比稅數多一點 那其實基本的工作裡面 那我們 我們 在 差別的部分裡面 可能就是說 我們對於整個 工作上 比如說今年 我們有多 多做了一些 設備的補助 在那個部分裡面 支出 需要去做一些支出的部分 那比如說公所的 比如說我們的一些 防制設備的部分 那對於其他收入 罰款收入 這個部分 賠償收入 我們都是以三年的目標 去做提升 再 平均去抓 那 會有 增高的部分 我在想 那個 可能 我跟議員回去 事後再報告一下 看怎麼查 但是其他收入 我可以了解是 因為 我們其實 焚化爐裡面 那 有一些 就是說 發電收入 那我們調整一下 認為是說 有需要在 可以再有進步的空間 在 因為那個部分裡面 一般是 我們是VOT 發電都有打核這邊處理 那基本的 有一些 多餘的盈餘 那因為他的 我們的熱質夠 所以在發電收入裡面 多了 一點收入進來 所以有其他收入 又增加的事情 以上報告 好 局長 你說的 都很好啦 但是我事實上 在整個罰款當中 是我們 議員裡面 送到議員 你說 罰款 好像我們 我們的 這些 夜評估的 汽車人員 好像是沒有人性 黑白開 亂輸開 這樣是不好的啦 那我們要開罰單 是真正他 沒有 遵照我們的規定 來做 來做改善 那才要繼續來才罰 那不是 一個去就是 一定要開 開了 那個金額是相當的龐大 所以 在上一次的會期當中 我們已經要求 陳局長 把我們的 所有的夜評估 做一個 工作的 考核 看他們有正經 還是沒有 對吧 到底 像這個你們知道有做嗎 這二十四位 這二十四位 紀查人員 我們有沒有經過考核 我們這幾年 你們的工業好嗎 有哪些是不適任的 有沒有這種 教授有 有 有 我們有在檢討 對不適任的 做沒有啦 有切數在做沒有啦 我們也有開 好 那你做這樣 有就好 那你把今年度 就是說從今年度 你們經過議會這樣的建議以後 你們說要做考核辦完 把這些二十四個人的考核 曾經拿出來 讓我們所有議會同仁人了解 那如果沒有說真正的 在這一次的預算審查 肯定啦 肯定啦 會給你砍一半以上啦 做了 沒有要正經做的 亂出做的 那種 不好意思啦 醫生就絕對沒有要來通過啦 所以我在這裡 都特別強調的說 我們的環保局 不要說像以前的 我是說 你來的 比較早的 跟極競不一樣 我看你的工廠靈力不錯 從農業業開始一路走來 你做什麼像什麼 啊辦什麼就是 有那個辦法來去解決問題 所以你要創新 不要跟著以前的老家父 好的童年 好的童年要留下來 繼續用 不好要改進 需要改進 就馬上要改進啦 不然這樣不行啦 尤其我們的環保局 不是只有環保局 要來推動就可以 是要我們先前面的來推擔 當然 包括我們的志工 最小 跟我們的核酸新所隊 都是很重要 以前來說 沒有變經費 現在 我要請教你 像現在 像這些隊 你有變經費嗎 有跟他們靠合嗎 他們比較實在做嗎 做得好嗎 如果好應該就 要多加以鼓勵 經費上 應該益助 應該就要益助 對吧 包括我們新所隊也一樣 我們的核酸 你說 整體來說 我們議員官 說好山好水 說很好聽 事實上 沒有啦 我們的核酸 也有很多核酸 很多核酸 沒有清潔 這什麼 這就包括 我們全民都有問題 怎麼說 所有的 把火車 把火車在那裡 你去看 我們大排 所有的很多黃德濟排水 很多的地方 就大的 大的區域排水當中 都是憲管的 我們不要把政府開 自己開 開看看 你們開嗎 我覺得是沒有 所以講表面的沒有用 要實際 真正 落實 說 我們自己在政府 所管轄的區域 也要做好 說八成 不知道說會聽 你沒有呢 我們自己就不做好了 就要說 要跟那個人開庭 剛才王毅宇也講到 錯位的問題 錯位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議會 要使農業的蕭條 讓他們的產業 沒有辦法做 我們應該積極來 輔導他改善 這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改善 你一個人開庭 他不會做人 不會做人 我們的產業沒有他 我們的農民沒有收支 一樣 也是政府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環保局在做把關 我們要積極來輔導他 使他的產業能夠轉型 使他的排放量 達到標準 沒有錯位 對不對 這樣是最好的 你如果沒有這樣輔導 你就會說 我去看 我就自己開庭 我看來我又開庭 吃八條就開庭 你開庭的收集很多 雖然 管政府的財源 很欠 沒有錯 但是 不是用這個辦法 你說真的 殺雞其卵 你也做所有的養殖材 都把它滅掉了 以後我們宜蘭 要去吃豬肉 要去哪裡 從南部來 衛生 包括金費 反正都要更高 這樣對我們宜蘭不是好的 所以我們宜蘭要把環境做得好 就是要全面性來做 全面性來做 全面性來做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說 我批判說 環保橋 切塊塊來做改變 你如果不改變 不要做了思維 來這樣做 就不好 想說 我議長也要問一件 有關我們宜蘭縣所有的礦業 我們去調查中間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檢查 十六遍 沒有一次說 有紀錄說 它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宜蘭縣對礦業是應該要求相厭 我是說 你這樣好 你從今年 你去年說 你去年給我的文是說 到104年 105年的4月 以前 你去看十六遍 包括104年到105年當中 看十六遍 沒有一次有紀錄說 不好 我就很懷疑 我很懷疑 這個地方做得這麼好 如果這麼好 當然好 對宜蘭來說 控制都沒有缺點 又沒有違規 這樣是最好的 當然控制要給我做 但是 我們的管制府 一方面是這樣 我們叫一方面 一方面是要封殺所有的礦業 要申請 依規定來辦 叫人也去辦 人都照規定來辦 結果 你就不會準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玩的是兩面手法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說 你從 這個 鋸料裡面 我們的礦業 這些 你再把它 重新 你到現在來 你又兩種 又怕幾遍 跟它說 以上 這些礦 礦 礦上面請我再跟你說 台灣水泥 古文有限公司 太白山 大理石 礦七 信大水泥 古文有限公司 南勝武 礦七 倫帶精密 材料 古文有限公司 宜蘭大理石 古文有限公司 東進 新葉 古文有限公司 還有太原 還有台山 等礦業 你家裡再看看 你們再檢查幾次 你們現在 從這樣開始 檢查過後 再檢查幾次 有沒有發生什麼 其他問題的 拿出來 上來 在 在 現在這種事情 寒富便士 我批判說 這要做得好 最重要 你 要跟 要跟 新的保養 整個 大家都沒問題 我就很奇怪 他們真的做得好 你做得好 我偶然配 有時候我們確實是做到的 還是這樣 這些 這些廠 財大理石 你們都不敢去得失去 所以都不敢去說 這樣 跟我們一樣 我們很多 人家說那大型的 大家都沒問題 其他的 小賴百姓 拿著草莓 就要來出發 甚至什麼事情 就要出發 都發緊緊 那就是 肉視 他是有錢 有視 他的財力比較大 你們就不敢去對付他 都找到小賴百姓來對付 這樣是不好 剛才 談的這些 包括 如何來使環境更好 都治安師弟就好 你看看 治安師弟 我們政府說 要把 剛開始 暫定 治安師弟這個問題 剛開始 限制人民 很多建築 包掛錢 都要來做 都不行 你現在政府 要撤掉 當然是要撤掉 為什麼要撤掉 事實上 你看看 治安師弟目前 所有的兩類 還是一樣 有沒有什麼特別保護 還是一樣 對不對 你特別保護 然後造成什麼 農民 漁業 他都沒有辦法生存 你們要怎麼平衡 應該是 儲然讓他平衡 應該公設的地方 來發售 保育區 其他的地方 本來這不應該再化了 對不對 人都沒有保護 保護到那裡去 保護是一個 一萬塊 一個天堂 一部分可以補 你說公共的 河川口 海域 都可以 你所有的儲物 都一樣 一千 一千 九百四十幾公斤 那個面積真的是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我是說 像這個案 我希望說 你 尖堆 死地撤掉 你會看什麼 你說一下 當然這死地 是都要做的業務 有啦 但是就環境來說 死地的部分裡面 當然是有它存在的功能 它的功能性是 生物多樣性 跟 防洪這兩個功能 如果 覺得 撤掉跟不撤掉 其實死地不是主要目的 重點還是主要防洪 跟生物多樣性的維持 但這個目的之下 當然 那個地方的聲音 一定要充分的尊重地方裡面的聲音 那當然環保團體的聲音 我們其實是要跟它做一個對話 你講的我知道啦 我跟你說啦 生態要平衡啦 要助燃平衡就好啦 別說在這裡刻意這樣啦 對不對 現在觀眾說要找 你的心態就好 要改變啦 別在這裡說 民團跟你說什麼 民團 民團就說好 都沒有到他們家 他大方也好 我每天看家庭多好 光景多好 你其他那些人都不生活 這樣就好 所以這樣是不好的啦 所以我跟你說 有時候心態要稍微調整一下 你那些人的土地都會這樣 不可以帶一塊 不可以來做結束 又來看大生產 這樣是要叫它怎麼回 對不對 政府也要考慮到這一點 好謝謝吳議員 黃議員請教一下 你這個觀眾集會說得少一下 再來開訓 你要照時間說就先開訓 你講得少一下 你講什麼再開訓 這樣好不好 講得少 講十分鐘就好 你講什麼再開訓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十分鐘 拜託時間先講 議長 各位同情 康代處長 各位科長 大家平安 休想請教議長 反六輕的時候 你是應該管政府的 反六輕的時候 宜蘭縣在反六輕的時候 陳定蘭時代 你進來縣政府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對我現在請教你 反六輕當初的律主典很清楚 為宜蘭縣後代保慮愉快淨土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對嘛 我想宜人縣都肯定 但是宜人縣進步到現在 我想宜人縣的環保 這樣全臺灣應該算是首屈一指的 這大家共同打拼的成功 大家現在不全看起來 在我們維持這個水準之外 我們也要開始告到我們宜蘭館的散業 我們在過程打拼裡面 我們就當初有市政黨跟人說 我們宜蘭黨反鋼箱 但是我們的選就是對的 但現在打拼到現在的時候 反佈已經有一個標準 一個基準 我們要 台主長要請教你 你這個我心目中已經是處長了 我覺得你進步接近的 而且了解很大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跟上面來建議 真的是可以爭取的一個局長 開始有打拼了 但是我要請教你 我們在環保局要不要有群立法的顧慮 或是像剛才有人說的 有人說我們環保局沒有人性 我怕這個議長說的 如果是銀佣議長講的 其實我也有說 你說秦立法要不要兼顧 還是只有理 無情無理 高情無情無理 你看你們現在的環保局到底是屬於哪一個狀態 你簡單說明的 謝謝 感謝黃議員 我想如果創造整個環境產業 跟整個地方的共識 三營這個立場 但是重點 我們在整個永續的價值裡面下 我們覺得經濟這件事情 我們是需要去來輔導 不是就只有處分這件事情上面 那在輔導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裡面 未來我們去做強化 對於巡查 然後對於事前的輔導這個事情 我們會來做 包括我們的宣導 包括我們對於這個 如果他們有一些 處長 我清楚 我剛剛一開始講 環六輕 宜蘭人認為是對的 那是一個理想 而且是一個 面對宜蘭縣要永續給 指示你一個 後代指示你一個好的淨土 沒有做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一併的水平 我們中央政委有一定的規定 你剛剛講到我想 我最怕的就是 環保級的我想 胡說亂想 巧立明目 四色行堂 就是因為我有想想出來的 如果說 那個環保標準那麼嚴格 需要的話 要比中央要家園管理幾倍 我也 我也贊成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們要求全國一致性 我們產業要有競爭力 不然產業就是沒有我們的工人 但是現在條件 我從來沒有反對 環保加強積查 但是標準要一致性 你的看法 個案就是同案 我們標準確實是要一致性 跟全國一致性 我們產業才有競爭力 那我們認為跟全國一致性 會影響到營養線的環保的時候 我們向中央來反應 你現在的操作洗口 很多東西的洗口 那都是五年的 全國是五年的 你營養線要改成兩年 你是怕那些環保一些專業單位 規劃單位 他們是沒有錢可以賺是不是 你的看法怎麼樣 跟議員報告 其實 現在我們在許可上面有很多 包括展延 包括變更 包括信社 包括這個 所以它的樣態是非常多種 可是我們大概整理了這樣的樣態裡面 其實對於幾個我們認為 常常比較需要的一些固定許可的部分 我們會去做處理 我不反對 全國一致性 我的要求 跟全國一樣 如果說如果真的需要這樣 你把環保室來建議嘛 有可能嗎 這樣子產業才會留在宜蘭 不然將來一設廠 關聯到宜蘭縣跟其他縣市 不一樣標準的時候 這個廠一定是跑掉的 你看看 還是一樣要我行我術 還是我想 你想也沒有關係 你們自己要想也沒有關係 我希望拿自治條例到宜蘭縣會來 有沒有問題 比如說你這個 原來的標準是多少 人要加倍那也沒有問題 拿到 拿自治條例 不然的話你那個能源自治條例 再生能源自治條例 為什麼要拿過來 你們就想一想就好了啊 你在我想這事情處理就好了 為什麼要拿到宜蘭縣會來 所以我一樣一再強調 你要加援管理 要巧立名目 要私自欣賞 我都不反對 但是一定拿到自治條例 到宜蘭縣會來 可行嗎 如果需要 必須要立法 有自治條例 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所以不要再我想了好不好 你要求你裡面的 大秘書 現在的大秘書 不要再我想了 辦得到嗎 我們一切愈法來處理 遵從中央法令 辦得到嗎 對 就從原規定的部分 就跟中央法令不一樣的部分 拿自治條例到議會來嗎 辦 辦得到嗎 因為這個在法令上 如果他必須要去自治條例 我們一定會定 如果法令上有授權的 我們會依照法令的處理 我們一定做得到 依法處理 有關到人民的潛力的問題 其他的細項的部分 剛剛議長有講到 我自己在這裡跟你談 包括 掩廢車 每一台廢車去掩 都把刺到緊繃 刺到氣缸 破掉 當來倒 我們開車 包括我們議員 包括你們在座 包括隔壁 包括你們庫長 你們開車 開到緊繃嗎 開到油門都打到一拜 那貨車的檢驗幾乎每一部車 都給他打到一拜 我就不相信 每一個人開車 會那個油門叫到一拜了 還有 看黑的問題 剛好議員說 預測位 我知道預測位要查 那個無臭無味的啊 危害人體的更恐怖啦 為什麼瓦斯會抓 裝那個有測位的味道 到裡面去 所以讓你聞得出來有錯味啊 那瓦斯如果沒有味道的話 那更危險啊 那探黑就是一個 一個案子 探黑的案子 現在也沒有主動在處理啊 探黑所造成的污染腸死 也不一樣浮渡啊 人們回來倒數看 那些錢 就擺在那邊 也沒有什麼進度啊 我覺得是情很多 要跟他開單 的那個心情 剛才那個協議員有講到的 末端的開博單 搞不如用前端的預防 前端的預防來得重要 所以我現在要自己建議 包括很多 有法 無理無情的 一個營造 跟一個地下室 交換133萬 你要逼那些工人是死啊 如果是議員工廠 你怎麼罰兩百六十六萬 我都自己打破了 這個工人 為了要打破我 打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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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漢人 會想說 我可以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就不用拚 拚打破 造討勵了 那有那麼嚴重 一定要這樣的縱罰嗎 剛才有議員跟我說的 真的有 常常會講 你怎麼替我出獎 站在魏宜蘭縣 魏宜蘭子孫留下一片淨土 我想不是你們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很多東西 不要單單有理想 我不考慮到現實面 在這裡還有很多執行 我想我這裡就不要再說了 我希望師弟跟你溝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理想圍圍圍到 而且我們的環保也能保持到 重要的 不要讓人有緩工商的情節 感結在裡面 達到雙贏的目的 多贏的目的 以上 好 謝謝黃議員 那我們休息一下 11點起起開會 謝謝 休息 我們的環保卡 不要這樣 放棄 我們 不要這樣 infrastructures 是不會讓大家有 музы呢 cel Elit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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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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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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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